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萌萌 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我家 我本来想给大家录一个room tour 结果发现我家实在是太小了 几个镜头就拍完了 大概是前往最接地气的room tour 在医院上班最痛苦的两件事就是 地气和接班 所以我一定要在医院附近租一个房子 来保证我的睡眠 我又是那种一定要把我的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 完全分隔开的人 所以即使是在附近 但是也不能太近 还是要有一定的距离 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医院的距离大概是1.8公里 步行的话只要26分钟 骑自行车的话大概是11分钟左右 但是我不会骑 学了很多次都没有学会 那坐公共交通的话 公交车也是一站路左右就能到了 所以这个距离和通勤时间对我来说就是刚刚好 一般不上班的话 早上起来我就坐在这边喝杯咖啡啊吃吃早饭啊什么的 然后也会我手机看一下大家给我的留言 每一条我都有认真看 那下午的时候呢 阳光就会从这边这个落地窗直射进来 你看现在就可以看到了吗 就有阳光 然后我就会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录一些科普的视频 因为采光比较好嘛 人就会显得比较好看 晚上的话这边夜景也很好 大家都知道学艺的人最多的就是书 但是这个房子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没有服架 所以我搬进来以后就自己在淘宝上买了三个架子 这是我自己自己组装完成的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下面 这样电视可以下载上面也是 刚刚这边的话呢就是我的工作台 这个书例是我的一个韩国闺蜜姐姐送我的 然后18年冬天的时候 我有跟她一起去她的韩国老家玩 然后回国的时候她就送了我这个作为纪念品 这个上面印的就是她的母校 陈军馆大学 据说是韩国最有名的私立大学 这个礼物真的是很棒 因为对我这种长期服安工作的人来讲实在是太实用了 所以我从18年一直用到现在用了整整4年 这个上面呢就是一个电脑的支架 其实我去年的大部分休息时间 其实都在做科研做一些数据分析啊什么的 然后有时候一做就是一整天 感觉我的肚子都大了一圈 这个支架呢就是可以让你站着看电脑啊 看书什么的 而且它还可以调整高度 无论你个子高矮都可以用 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那这个房子比较不好的一点 就是它的收纳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然后包括衣柜的话 也只有这一个双开门的衣柜 其实也只够放一个季度的衣服 所以其他季节的衣服的话 我就是要放在我父母的家里 或者是放在整理箱里面 等到要穿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 玄关的地方就是比较暗 然后没有什么灯 只有二楼的顶上有一个灯可以照下来 我进门的左手边是一个挂衣服的地方 然后右边就是一个脏衣楼 可能在医院工作有点强迫症吧 反正就是一回家我就要把我身上的衣服 按照清洁程度分类 每天洗澡时候换下来的内衣内裤啊什么的 我会直接丢到这个脏衣楼里面 而且我也是绝对不会把这些脏衣服隔天再洗的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都喜欢把这个内衣裤攒到 攒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再一起洗 但是其实这样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那种科普博主又上线了 因为这个家里面我们生活的环境都是比较温暖潮湿的 然后在这种环境下是更适合这个细菌啊微生物的繁殖的 所以你当天换下来的内衣内裤一定要及时洗 不然它的那个菌络的总数会比之前的要成倍增长 反而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当天洗好的内衣啊 我一般都会马上烘干 不过因为回来的时候都比较晚了 所以我很少很少会把内衣晾在外面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烘干机来烘干的 而且我这个love呢是针对马路的 衣服晾得久的话也 上面会有很多很多的灰 我家里是买了两个用来烘衣服的干衣盒 这个绿色的呢是最早买的 它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就是它的容量其实比较小 我一般除了日常穿的内衣以外 还有健身时要穿的衣服 如果叠放在一起的话 它的烘干效率就有点低 而且它最多也只能设置四个小时 我又不可能半夜起来再重新设置 所以这个机子我现在就用的比较少 就是偶尔拿它来消毒一下我的手机啊 项链啊化妆刷啊什么的 哎呀这个大一点的干衣盒 是我现在使用频率最高的 一般一次放五六件是没问题的 里面采用晾挂式这样可以做到上下分层 烘干效率就比较高 而且不会重叠交叉感染 除了紫外线消毒呢 这个小盒子放置定制的爱熏片进行爱针 这样扭一下可以设置烘干的时间 我的经验是五件以内两个小时绝对足够了 可以预约左边这个消毒功能 烘干以后就可以自动开始消毒了 不烘干的话这个消毒模式和右边这个爱熏 也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一抹期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爱草饼熏一熏 蓄湿除菌 这样内衣就不会有异味 我觉得独居的女生买这种干衣消毒盒的话 生活的幸福指数应该也会大大提升 再见 最后走上来带大家看看我睡觉的地方 因为二楼比较窄 所以我就没有买床 直接买了一个床垫 床垫和这个枕头都是乳胶的 然后我觉得这种乳胶的床垫和乳胶枕的话 会比较好的保护我们的颈椎 然后旁边那个大狗熊也是我们经常出镜的 做客户的时候经常陪在我旁边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这个是之前介绍过的颈椎按摩仪 几乎每天都在用 好那我们今天参观我的家就到这里吧 我们已经从下午入到了晚上 天都黑了 等一下 那那个最近疫情也开始严重了嘛 那录制这条视频呢 也是希望以医务人员的身份 以身作则 号召大家少外出 多多宅在家里 过年前的这段时间其实是挺忙的 那但是我还是会努力抽空 然后希望我们在过年期间可以给大家多带几期 好玩的视频 我也会抽空跟大家直播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